天氣暖 今年花蓮水部的文壇 早前修行 農民又在這個文壇 頂頭來大聯報 就是五萬鳳梯拍到胸 另外因為薪水是不錯 很多學生都來到做事情賺錢 有學生就說 我們的臺灣有很多的套路 沒有需要去甘埔責 來花蓮水域的文壇三區 雖然離白樓約二十天 不過因為高溫影響文壇 成長 差不多都已經熟了 可以開始採收 一般文壇採收都是白樓採一個禮拜 不過今年提早二十天熟了 因為需要很多人力 以外攏開出一天穿四次穿出的薪水 一個月就能賺七萬元 夜間一家小孩來這裡做工 往年的部分大概有將近四千萬台金 那今年在三月份的時候 剛好開花期的時候剛好碰到下雨 所以今年的產量大概少了一成五左右 雖然鄉政文壇面積差不多八百公斤 翁年出口去中國四千八百十七棟 收到中國禁止淨口感到入水果了後 大部分的油耳農也是有受影響 眼前幾乎另外找出路 今年水肥雲彈中山達差不多三千六百萬台金 目前一台金是八戶至九戶 今年瀟翁東南亞跟日本其他國家有一千棟 出來的二千五百棟 需要靠國來市場道三更消化 記者中華報道 記者中華報道